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就进入经典的正题 那我们今天来学佛学法 那第一个就是先学有形的 就是佛的身相 我们待会介绍佛有三十二相庄严 那其中一个相就是大人相 他就是做的时候腰板要挺直 腰板要挺直 腰板挺直代表我们不会分成 代表我们是诚心诚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所以我们这两天要求自己 做三分之一板凳 腰板打直 当你腰板放下去的时候 这代表我们精神已经开始上半 那我们就开始来跟各位介绍 那这部经它直接就开头的讲说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升都率佛天性 那我们今年年终我们请泰国的讲师回来进修 因为以前每次去都匆匆忙忙 办完事就走了 这次仔细跟他聊 他说你们都跟大姓怎么讲 我们以后离开人家要去哪里 他说我们要回李天啊 我说你知道李天在哪里吗 不知道 泰国人知道吗 不知道 这是对于初学者来讲是非常忌讳的事情 当我们已经走到修行比较高阶了 去哪里不重要 因为我们已经有能力了 你已经有能力了 就像一个专业诗迹 你看到哪里你都知道你应该怎么走 那如果我们只是初阶 那我们应该要有地图 要有一个地图 你今天说我们要去爬何湾山 你没有导游你怎么走上去怎么走下来 但是如果你是常常在爬山 你有地图你就可以走了 所以我们在学道过程里面 我们为众生着想 或许你已经不需要了 因为很多成愿再来的 成愿再来的一些大菩萨 他是不在乎人间有多少苦的 他也不在乎要度多少人 因为到我们菩萨有十地 到第八地的时候 他修的法门就是说无功用行 就是说他的所作所为 都已经变得没有目的了 他的布施 他的讲法 他的接受各种的考验 他心中都已经没有不受影响 他就是按照自己的进度不断前进 所以他也不会害怕来投胎 刚才跟杨金在聊天 很多人去游天堂就说 老师我不要回去了 天堂太好了 人间太苦了 但是对一个大菩萨来讲 他也不会害怕投胎 为什么 他已经没有真正的内在的执着 所以他不会有苦 看到只是肉身变化的苦 那对他来讲那不重要 所以说在初阶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很知道 而且我们很明确地跟我们道心讲 我们以后要去哪里 你修什么就可以上去 你上去以后有什么正业 那这么简单 你还不告诉你的家长 不告诉你的孩子 那你哪有良心 对不对 又不用花什么功课 所以自然这种 自己得到的快乐 我们就很不由自主 要一定要跟人家讲 讲了他不听 他有他的福报缘分 但是我们没有讲 我们就觉得良心不安 所以说 这本经是佛说 观弥勒菩萨 上升多算佛经 因为这个弥勒菩萨是 在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 他也是来当他的弟子 但是他比释迦牟尼佛早成到 所以释迦牟尼佛还没有捏盘 他就已经先回天了 那有很多十大弟子也是一样 老师说要捏盘了 他说 那我不忍心 老师捏盘 那我先回去了 所以十大弟子里面有好几个 都在释迦牟尼佛捏盘之前就回去了 是自己回去 回到法界 所以这是佛说弥勒菩萨 怎么从人间离开 回到都在陀天上 那都在陀天 他本来就是在我们欲界 欲界就是还有感觉 享受的世界 欲望 欲望满足就快乐 对不对 我们喝到温寿的咖啡 就觉得很快乐 对 欲望满足就觉得快乐 得到温暖我们就觉得快乐 得到称赞我们就觉得快乐 财色明十岁 那越高级的世界 他可能 让我只看你一眼 他就哇 滑起充满 有没有听过关爱的眼神 因为他的快乐的满足很低 所以我们叫做知足常乐 知足常乐 他就是他的快乐满足很低 现在人间最大的快乐 依照脑内多八分计算 现在科学也很厉害 你有多快乐 就是你在快乐的过程 脑内会释放一种大脑的物质 那叫多八分 然后让你觉得非常的快乐 所以你下次又会再要 所以你一般人类 最大的快乐就是 跟太太在一起的时候 哇 那种的兴奋 然后造成你脑内 大量释放多八分 然后你就 哎呀 太好了 所以花太多钱 下次都还要去 就是财、舍、民、食、穗 这个舍 这个人类就是舍欲跟食欲 这两大 所以有的人他比较偏重食欲 他听到哇 美食展拍队拍两天也要去 做会计也要去 他为了要吃那顿美食 他可以期待很久 有没有看到餐厅在排队 这不能怪他 这是一般人都这样子 有的人喜欢这样子 有些人喜欢他 有些人喜欢睡 如果你叫他起床 他会跟你拼命 有没有以前我们的孩子 就会这样子 起床了上课了 他起来要拼命 财色名师每个人不一样 但是境界越高 他的快乐的感觉 那个妖魔就越低 低到我们都在头天 都在头天 他佛阿美上去的时候 他们也有很多天人的家庭 那么神也有太太 你知道吗 我们的玉皇大帝 刀立天宫以前那个帝式天 帝王的帝 释迦牟内果的士 帝式天 他就是我们刀立天宫 三十三圈里面的 最大老大 一般叫做天宫 他看到阿修罗的美女 阿修罗道 然后他就带军队去把 阿修罗王的女儿绑架 变成那个 刀立天宫的天后 你应该是好 你知道吗 有听过那个江神要娶老婆的吗 有听过那个神明要娶老婆的吗 有 在我们这个民间也好 经典上也好很多 所以道立天宫 他也是一个天宫 他也是有家庭 有先生天子有天女 那他們的快樂很簡單 他們的性器官已經退化了 所以兩個人握手 然後他就哇 全身充電 然後女孩子就懷孕了 所以我們閩蘭化 把結婚太太都怎麼講 對不對 所以都境界很高 然後再高一點點 驗那個樂化天 樂化天對樂的感受更強 他只要我們兩個眼睛相對來電了 然後就懷孕了 他的快樂不必要手接觸 他如果是多摔天 往下一層層叫夜摩天 他需要公布多一點 兩個人要擁抱一下 所以我們到場 不可以隨便擁抱女生 活動主我很在意 他兩個人擁抱一下 他就會懷孕 所以他這個慾望 越來越不用說到那種很粗躁 佛說這個叫粗躁的快樂 一往上他的快樂是越高級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冬天穿這個衣服這麼重 到多摔天的時候 他那天衣 天衣無負 他結果山珠 山珠就是不到幾公克 那個衣服穿上去 哇 好像沒有重量一樣 然後那個跟皮膚的觸感好快樂 各位快樂是從接觸來的 所以他穿著天衣 讓你覺得 哇 全身每一個毛細孔都非常快樂 所以這是多摔婆天 這個天很快樂 但是他又不是像下面的天 下面的天他的慾望比較粗糙 他有時候叫樂不思俗 就有時候他在快樂 他有時候是七碼比賽 有時候是去爬山到處去遊玩 那個我們欲望大地的天 有很多遊樂設施 經常一群人就這邊玩那邊玩那邊玩 然後一個月聽一次天王天 然後下面各幾天的報告 就這樣子 然後這個食衣住行 那種快樂是比較粗糙的 然後到了都在天以上 他的快樂已經變成執著 有一個欲界最高叫他畫智在天 他可以劃分很多很多念頭 然後這邊 哇 有一個人聽課很快樂 他念頭到你身上 他可以體驗你的快樂 所以他就把意念分散到所有世界 所有的眾生身上 那個不快樂的他就把意念抽回來 快樂的就體驗一下 所以他畫 他可以把所有人的快樂 畫作自己的快樂 我們地獄有一個叫無間地獄 一個人會畫成千百萬去受苦 他畫作自己的快樂 跟無間地獄相反 一個人畫分千百億個念頭去快樂 所以他快樂到沒有時間學佛 沒有時間學法 快樂到他不用修道 所以都帥天很特別 他剛好在中間 他的少益知足 他還有理性 所以所有的佛要到人間之前 都會在都帥天那邊成立 他會去度化眾生的仇備處 第一個是象徵 那邊很快樂 你們趕快上來吧 趕快上來吧 第二個是象徵 這裡的人 他不會被快樂沖過那頭 他還知道學到修道飯到 他知道這個快樂是很出招的 我們到了 叫社界天 那個初產二產 那時候舌頭沒有 舌頭沒有 所以你吃不到食物的快樂 因為吃到食物的快樂 太短暫了 只有這三吋 只有味覺 那時候是禪月為樂 他心情臨近的時候 他是品嘗到宇宙的快樂 然後那快樂是有能量的 可以讓他活得很好 不用吃東西啊 這個禪月為樂 我們在修行上就看到很多 很多在山上苦行的大師 他已經得正初產的境界 他 我們待會兒講到 彌勒菩薩聚防護身 他雖然得到初產境界的修行人 他雖然在人間 他的身體已經有初產界的境界 所以他不再需要人間 要透過吃東西來提供能量 我們有聽過廣慶老和善 他說他在福建山上修行 門口種了一根山藥 然後每次入地 出地的時候 就把那個山藥各一半煮一煮 他再入地 可能三個月半點出地 那個山藥就長好了 再各一半 我們聽過九華山的老尼菇 他修叫做妓女 然後他每天只吃一點水果 廣慶老和善來台灣 就每天吃一點點水果 什麼高蛋白什麼好油都沒有 因為他的能量 已經不需要透過這個物質 已經不需要透過物質 所以這個天人的快樂 修行人的快樂 對於眾生來講 他不去學 他不了解 他覺得這樣就夠了 就像那隻螞蟻 他覺得這樣就夠了 那我們看起來很可憐 佛看我們很可憐 然後佛看到 哇一百年後 栽結要來了 我們就 說在哪裡 在哪裡 對不對 現在我就是每次來說 哎呦這個末節 來 浩節來了 其實現在我看到的是 一百年 兩百年 三百年 四百年的事情 因為他會有一個時間差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小世界 這個是虛弥山 虛弥山 然後這個是大鐵圍山 地獄在大鐵圍山下面 這個是地獄 然後我們在這邊 這個虛弥山的正下方 是有一個阿修羅的國度 叫光陵城 它的享受跟道立天空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兩個常常在打仗 有一次他把他打贏了 佛來協調 他把他的 打完給他 然後在這個大圍 這一層七重山以外 有一個叫做鹹水海 我們沿浮體在這邊 就是地球人 地球人在這邊 我們剛才介紹的 北巨盧洲在這裡 他那邊沒有佛法 因為那邊的眾生福報太大了 他沒有感覺到痛苦的逼迫 所以他沒有學到執行 所以這個地方沒有佛法 然後這個每一個四大部州旁邊 都有兩個小州 所以有沒有外國人 跟我們同樣有肉身的 這個外國人就很多 跟我們高一級的叫做堅守天 這個已經很快樂 然後到了第二層 雌花漫天 那些人每天都裝扮得很漂亮 所以你非常愛美 以後可能會去這裡 然後這地方是長晃一天 太自在了 不用工作不用煩惱不用家庭不用待會 所以我們人間 我們現在很多神明都會來降降 很多都是這三個地方來的 很多是這三個地方來的 跟我們很近 有些會有甘露 你求他他為了要聖 他會使眾生有事給你一些東西 不然你怎麼會相信他 不過他是層次很低的 他一般不會教你怎麼修行 他可以幫忙你一些問題 那再上去就是日月新神天 二十八秀護法壇 日月新神天 這個是跟我們四大天王 四天王天這個地方 他們是同一位階的 都是佛法的護法神 這個護法神 他象徵的就是 有時候長相就是非常色頌 你看那四大天王看起來就不是 不是恥隆蠻戀 對不對 有時候還有獠牙 那四大天王他本質是屬於夜差 這是很有福報的護法大神 然後他所帶領的 也都是那些神將 包括各種的 我們人間稱為妖怪 動物的神靈 大鵬鳥 龍神 蛇神 還有一些夜差之類的 護齒正法 然後再上去才是33天 因為他有中間一座天宮 四面各有八座 所以33天不是縱向的高低的 它是平面的 剛剛有縱向的 剛剛有縱向的 沒有變了 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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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33天是平面的 我們說 這邊有一個善法堂 就是刀立天宮的神 就是在這個地方 33天 這個統稱叫地居天 他還要有依靠 再往上這個夜摩天 夜摩在換一整個中文叫善十分 他那邊的快樂 他已經沒有日月 日月在這邊 所以他一定自己身體能夠放光 然後他那邊對時間很敏感 所以叫善十分 夜摩天這邊也是一樣 據說是美里比較多 男生比較少 在上面就是兜率天 兜率 常語叫做準 要兜時 反正是兜率天宮 以儀之夜 以四百年為人間儀之夜 所以他看到 哎呀 明天大節就要來了 四百年 他看到人間大節就要來了 明天 四百年 四百年 所以每次見我們都很著急 哎呀 這個大節快要來了 每次我們招表 大節遠退 心要靈觀 因為他一看嘛 就是明天 後天大節就要來了 後天很遠嗎 後天 八百年 所以 所以就是 會有一個很明顯的時間差 所以一般來講 如果我們沒有 沒有 沒有 歸一 這個佛的願力 我們要到兜率天 還不容易呢 你想想看 我們要當圓舞體的土地公 你覺得這輩子 如果沒有修到 你能夠修到土地公的境界嗎 土地公就是要照顧一方 這一方的人都認為你 真的是像我們的長輩這樣照顧我們 照顧一方才有資格當土地公 何況是 堅守天 慈漫畫天 常畫一天 日月新俗天 到大力天公 以防大力跟你認命 我們沒有修行 你要靠自己平常的善功善行善德 要修成神 這個叫神 多不容易 何況是到達我們的兜率天公 那要到兜率天的 那要修三個功課 你要有足夠的護法 然後我們要修戒 要持戒 最後我們要定力 這一般的也可以去 但是他要這三大功課 那這樣子的話 加上往上面一層 有一個不管事的 叫做出殘天 泛王 這叫做一個小世界 這叫一個小世界 那我們 一個佛照顧的世界有多大呢 叫做三天那千世界 丹丹界二十八天 玉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這是一個佛所管轄的世界 各種世界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何謂小世界 什麼是小千世界 什麼是中千世界 什麼是大千世界 我們 我們由小世界開始介紹 一個小世界的範圍 以虛擬山為中心 矗立在地圍上 高八萬四千流群 上寬妖系 有一日一月 在山蕉旁 山燈周圍 有七重金山 和七重香水海 交互環繞 由內而外 分別為 池霜山 池軸山 池水山 善賤山 馬爾山 障礙山 池碧山 在第七重金山之外 有大千水海 前海之外 有大千圍山 在鹹海四方 有四大洲 東盛神洲 南漳戶洲 西牛賀洲 北俊如洲 大鐵圍山下 錦鳴 地輪 金輪 水融 風融 虛鶴 朱天中的第二天 高立天 位於虛擬山山頂 除了中間住著天王之外 其東西南北 四方各有八個天國 一共有三十三天 朱天中的第一天 四王天 位於虛擬山的山腰 四面各有一天 東邊是持國王 南邊是增長王 西邊是廣木王 北邊是多文王 是佛教著名的護跑神 又稱四大天王 在大鐵圍山 地底下 一千牛群 是八大地域 及各大小地域所在處 我們所居住的地球 位於南偵戶中 以上為定居天的範圍 定居天 故名此義 依定而住 從朱天中的第三天 夜魔天開始 為空缺天 依雲而住 往上依序為 夜魔天 高帥天 畫樂天 他畫自在天 出長三天 一個小世界的最頂為 色界十八天中的 出長三天 到此為一個 概念性完整的小世界 所包含的內容 回顧諸天表解 可以清楚地了解 一個小世界 包含了 律界六天 加上色界的出長三天 在明白小世界的病例之後 就容易了解 什麼是小千世界了 一個小千世界 就是由一千個小世界 加上一個色界中的 二長三天 組合而成的 由朱天表解來解釋 一個小千世界 就是由一千個小世界 加上一個色界中的 二長三天 三長三天 組合而成的 三長三天 組合而成的 由朱天表解來解釋 一個中千世界 就是由一千個小千世界 加上一個三長三天 四長三天 和無色界 四長三天 四空天 組合而成 四長三天 和無色界 雙中八天 快樂 小千世界 菁甲偉 中千世界 大千世界 三者合起來 稱為三千世 這樣就是一個佛所駕化的範圍 所以彌勒菩薩不是只有在我們地球人這邊 他是同時化身一千的三四方 同時化身一千的三四方 到所有的南瞻部 這個小世界的都帥天 你可以想像我們的念頭多厲害 一個念頭就可以化身為一個菩薩 然後在一個世界裡面 度化那裡的百千萬億眾生 他的能力跟你一樣 我們都有這個能力 所以佛經一直常常強調 不讀法語不曉得佛法世界的 這個尊貴跟浩瀚跟殊聖 這樣的一個世界是等待我們去品嘗 等待我們去品嘗 所以我們才說千百億化身佛 為什麼 因為他每一個念頭都可以形成像一個人的生命一樣 去驕化一群眾生 那我們每一個念頭剛好跟他相反 地藏弘菩薩就很苦惱 他說地獄不空是不成火 那有人問他 地藏弘菩薩你那麼早發心 地獄不空是不成火 你當那麼久 為什麼你還沒成火 他就你就不曉得 說普世界的眾生剛搶難化 所以我到現在已經死化了七分 還有二三還沒有化 所以我們就是那一些剛搶難化的 所以就是彌勒以後他就要去到多帥天 多帥天 所以我們知道說這個化身千百億 或許你我都是彌勒不上的化身 也不一定 只是如果我們功夫比較低了 化身一百個 結果去了一趟耗損了五個 那個救人不成了 自己還要把那五個救回來 好 所以這個奈良菩薩就講了 多帥天是在玉界裡面最尊貴的 大概往下 就是地區天跟天摩天 他的心就是很放逸 那在往上 他的豬根岸頓 他已經沉迷在樂界 他不會想到其他的 所以就像我們 有一些人沉迷賭博一樣 他在那邊得到很多刺激快樂 多帥天一直不斷放 他一直在屬於那種刺激的快樂裡面 哇 福啊 阿童 然後叫他去吃飯他也不要 叫他回家也不要 他就像這樣 房子賣掉了 已經沒有地方住了 他還是在賭 為什麼 因為他沉迷在那個境界裡面 那往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一些太心太放逸的 有一些太暗頓的 都是比較難度的 那這些人就是我們菩薩的 這個磨練的對象 我們不是真的能夠渡他 但是透過渡他 我們自己的慈悲是會得到征戰 透過渡他 我們的因緣 我們的業力得到消減 所以說這個是老實講的 渡你千變也不厭倦 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我們看到娑婆世界 已經這麼大了對不對 這個叫做一佛叉 就是一個佛教化的範圍 那我們常常念清淨法生佛 那裡面有一個比爐遮那佛 這個比爐遮那佛 它的世界叫做華藏莊眼世界海 我們去年的華藏莊眼世界海 普賢品有介紹 這個華藏莊眼世界海 它就像一個蓮花一樣 所以叫莊眼 這個蓮花中間 就像蓮孔一樣 有好多好多的蓮子 這個蓮子叫做世界種 叫世界種 這個蓮子也是像一朵蓮花 這個蓮花開了以後 上面是一棟二十層樓高的這個樓房 第一層就是只有一個佛的世界 第二層有兩個佛世界 應該說一佛世界圍繞 到底是一個還是兩個 反正他說一佛世界圍繞 應該是中間一個 旁邊一個圍繞 然後第二層有兩個世界圍繞 那我們說佛世界呢 在第十三層 在第十三層中間的一個說佛世界 這個說佛世界是由釋迦摩尼佛所教化的 未來會有一千個佛 然後接著下面佔一千個佛 一直在這個說佛世界裡面 不斷地度化這邊的眾生 所以不是每一個佛的世界都有地域 像要是流離光如來 他們的世界就沒有地域 他們的天界可以直接坐車去觀光 他們的天界跟人間是連在一起的 那我們說佛世界就是六道輪迴 分得清清楚楚 那在這個說佛世界的 度化眾生的過程當中呢 他有以最近的分成三個時段 過去叫做莊嚴解 一個解就是層柱壞空 就是整個宇宙的形成到宇宙的迴幻 一個大解 那這個宇宙形成可以用的 會有一千個佛在那邊輪流度化眾生 所以這是三個時期叫莊嚴解 有千佛度勢 那現在他叫賢解 我們這個時段佛性來講叫賢解 也會有一千個佛來度化世間 那釋迦摩尼佛他在第四位 彌勒佛在第五位 那接下來有九百九十五個佛 那等這個世界又毀壞了 下一個世界出現的時候 會有再有一千個佛來注視 那叫心速解 所以這個佛好像有排名 事實上佛來講 我們說過到第八地菩薩以上 他就不趕時間了 誰先成佛誰慢成佛無所謂 他已經沒有這種執著了 那第八地以上就沒有這個執著了 所以誰哪一位先成佛 本來是應該沒了佛先成佛 結果釋迦摩尼佛超車 他就變成第四位 所以這兩個佛時間時間間隔比較短 所以這個佛出世了他當然要介紹 我跟他超車我要介紹一下 我下一位是誰啊 所以他很多經典都要介紹每一位菩薩 就是這個意思 這是釋迦摩尼佛 那最後一個佛叫做柔智 最後一個佛叫柔智佛 柔智佛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 在門口哪一支很大的鞭 那個叫鞭 那個護法神 我們有沒有聽過偉佛天尊 有 他的願就是要護持這一千個佛 九百九十九個佛都成佛了 他才要輪到自己 這是每個佛的願不一樣 但是那度化眾生他就是一個過程 誰先誰後就看音樂 這是跟各位介紹 所以這個精明佛說觀彌勒菩薩 上升多帥陀天經 因為彌勒菩薩是在人間離開以後 就要回到多帥陀天 開始準備度化眾生的工作 要去接棒的 他要去準備 那這本經典的畫面者叫 曲曲今生 因為這個曲曲今生 他是外國人 他是匈奴 我們反正徒華爵那邊 比較屬於新疆那邊 入侵中國以後 我們不是有魏晉南北朝嗎 南晉那北邊 北邊就是十六國 他那邊打了打去 這個北梁後來有歸於南晉 反正那時候環帝 輪有人坐 有歸於南晉 那這個曲曲今生 是北梁王的弟弟 他也是一個益經師 他還翻譯很多經典 那這本經是由他翻譯的 他是一個在家居士 所以很特別 幾乎所有的佛經 都是出家人的翻譯 那到了跟我們 這個在家修行有關係的 就是由在家的翻譯 這個很特別 那在這個佛經的一開頭 一定是如是我聞 這叫正性序 所謂的佛經一定會開始 會有一個基本格式 基本格式 佛經他就是會議紀錄 各位把他這樣理解就容易了 所以他一開始一定會有一個 人是實地物 然後誰是紀錄 我們開會要安排紀錄 那紀錄就是阿難尊者 所以佛經都從阿難尊者開始講 如是我聞 這是我阿難紀錄的這一段話 佛說的這一段話 然後第二個一定要有時間 一時 為什麼叫一時 我們米蘭話叫做黑的時鐘 這個時間 因為有天上的時間 譬如說在我們的都帥淨土那邊 都帥天的時間 他那邊有歷史 他那邊也有時間 那到了玉皇當天那邊也有時間 那到了人間也有時間 對不對 我們現在講的西元 西元公元是以那個 耶穌基督出生的時間開始算了 那我們講佛力 太古他用佛力 現在佛力的就是西元加上古士山 他是用釋迦牟尼果歸空的時間算的 所以一個是出生的時間 所以他要慶祝聖誕日 這個釋迦牟尼是他捏法的時間 那所以每一個朝代 每一個地方 每一層天他的時間都不一樣 但是聽今的時間都同在那個時間 所以他就用一時那個時候 然後會有地點 第一個當然是佛 說法的主 佛在哪個地方 是在社衛國或是在林舊山 或是在哪一個金色 像那個楞茄金就在楞茄山 會有佛在哪個地方 然後哪些人出席 譬如像我們今天 如是我聞一詩 張展師在正起佛台 遇我們的講師人才八十人眾 大概就這樣子 他會有一個共同的版本 就是會議紀錄 來表達這一部金式很正式的佛所講 或是菩薩所講的經典 這叫正訓序 那也叫通序 每一本經典都有 那接下來就是屬於這個叫做別序 就是這本經的音流 像金剛經就是由序附體所問 這本經就是由佛所招請 由佛裡所問 然後就像我們的妙法蓮花經 是由彌勒菩薩起問 所以每一部經典都有一個發起重 為某一件事情某一個人問 叫當機 那我們看到這個序文裡面 這部經比較特別 佛經裡面 凡是佛主動召集來講的經典 都特別重要 就是在人的意識以外 所以人不會想到 所以由佛放光 因為以前沒有廣播音樂 我們現在唱善歌就說要上課 以前沒有 佛要上課了 那怎麼辦 一個人去問嗎 他就放光 光裡面或許有聲音 或許沒有聲音 但是大家只要看到 哦 那邊佛光再放光了 哦 趕快去聽課 所以這是用放光 就是代表他講的戲很重要 那這個地方是 這部經是佛主動放光的 因為佛在初一月分 代表什麼 光明快要過去了 黑暗快要來臨了 所以他放光召請大家 要講的這個菩薩也有這個意味 正法時起過了 相法時起過了 末法時起象徵黑暗時代快來臨了 這時候我要講一些事情 你這個菩薩他要負起大責任 所以他就放光 這是佛主動說法 一般這種經典都很重要 然後他放光集會 那佛的光有兩類 一類叫做這個身相光 那走到哪裡 他要佛光的釋放者 他不是主動釋放的 他是修成的 就像我們修成的 人家看到你佛光很大 你沒有主動放 他是你的自己所正的境界所放的 那一般就是以仗 所以看到佛像大家都以仗 那他要 那是被 反正就自動放光的 那現在是刻意要放光的 一般都有事 那是全身放光 然後這個光裡面他要召集嘛 他要講什麼話 有時候他會先預告 我們什麼時候開會是大陸會議 班陸會議 他預告是跟千佛有關係的 所以在通知你 想想來聽課 要聽什麼課 要聽千佛 現在輪到米勒佛 所以那個佛光裡面他就一直播放 最初成佛 第二成佛 第三成佛 最後成佛 然後大家就來到 聽到佛光 大家就是來佛之前集會 那這個來的集會 我們仔細看他這個人數 我們會覺得是很有意思 他是每一個人 大概一群人 每一部經好像會有差異 反正他就是這個意思 比加福士林善忍其合 全部都是三三三組織架構 你要來上課 你要把你的人才帶來 都這樣子 那佛經裡面的名詞叫做法眷屬 來 各位練一次 法眷屬 我們的眷屬 他是有血緣關係 他就這一輩子 法眷屬就是生生世世 只要你那個頭頭跳下去了 後面的裸裸就跟著跳下去 聽說我那時候也是這樣 跳下去很多人就跟著下去 這叫法眷屬 所以這個副為師長 副為同修 副為坦屬 這個姻緣都不是這輩子 來來來來 你來當坦屬 好了好了 不是這樣子隨便 他是已經累世的姻緣 在投胎前他就已經 一定好了 他是法眷屬 這個在廟法蓮花經裡面就特別講 那個攝立佛 十大地子裡面智慧第一 他就自哀自怨 釋迦 釋迦牟尼佛領導太慈悲了 講了這麼多菩薩法門 一佛乘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些比丘都交給我們 小成羅漢道呢 讓我們成一個羅漢 羅漢就是沒有什麼 度化眾生的機會 那釋迦牟尼說 你還願起我來 我給你看 他就把累世 不知道幾千萬個佛 每次有佛出事 我去修行帶著你 每次跟你講說 你不要只在家裡 你要跟我一起出去家訪 他說家訪 去人家都不方便 他就不喜歡去接觸 忠誠度化眾生 不容易提起心 我好吧 眾生要什麼我就給什麼 結果馬上被畫人的眼睛 那個典故 所以他又退回去當小成羅漢 所以這個日連中就看到這一段 原來我們跟佛學法 不是一輩子 兩輩子 三輩子 是百千萬佛就累積到現在 到現在釋迦牟尼成佛了 還留下經典來度化我們 他說哎呀 這個佛是大慈父 那我們同校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每一個人都帶領一群人 那出家的羅漢 阿諾成佛魯他這個人很特別 他就是佛的反對黨 只要有佛出事 他就去當他去侮辱他修理他了 最後一次就是把他身體結結 剁成碎肉 他說你修忍入行 我把你剁成碎肉 你還能夠不生氣嗎 他說我不會生氣 結果就被剁成碎肉 他那靈魯就說 如果我沒有生氣 讓我肉身恢復原諒吧 結果就馬上恢復原諒 然後他就跟那個歌力王 歌力是大惡的意思 歌力王跟他講 我以後成我第一個度你 所以我們要學佛一下 對你最好最不好那個 你要跟他講 我以後成我最先度你 他沒有怨 他沒有人 這個是太高境界了 所以我們才說 釋迦摩尼火的修到 我們會覺得說 唉唷 太了不起了 但是我好像做不到 那彌勒佛就比較不這樣子 我們講一下道理好不好 這彌勒佛的疫情到 他是修讓人家容易入門的 所以阿洛成喬魯 他說釋迦摩尼火成火以後 第一個度的五個比丘 然後他也帶著 有人說他帶五個 有人帶他兩百個 在這一部經統一是兩百五十個 所以有四個代表 阿洛焦成魯 然後穆監蓮摄利佛 還有一個 反正四個代表 一千位 我都在想 那到底什麼多大的城市 每天供養一千個人 畫園布施 如果我們台中市 早上起床 有一千個和尚 去畫園 我們台中的市民 要多麼富裕才有可能 對不對 每天 然後不只和尚 還有出家的那些名師 比丘尼 這邊也是簡歷幾於一千個 那個名字 黃歷成中文叫大愛道 他就是釋迦摩尼火的阿姨 因為他釋迦摩尼火出生 用我們醫生的角度來講 釋迦摩尼火應該是南產 土物生產 出生所以他媽媽三天就往生了 就回到天宮 那他這麼小怎麼來照顧呢 這個釋迦摩尼 就把釋迦摩尼媽媽的妹妹 再把他娶過來 來當他的媽媽 所以當釋迦摩尼成佛了 他回皇宮度化他的家族 他媽媽就請求 他的後媽 他的阿姨請求 我來出家 結果釋迦摩尼也說 不行 我的生團有女眾 他傳不久 結果最後是阿爛尊者 阿爛尊者 所以我們女生可以修道 都要感謝阿爛尊者 阿爛尊者說 哥哥你不要那麼絕情 阿爛是釋迦摩尼火的弟弟 你不要那麼絕情 把你照顧長大的儀良 他想修行 你不給他正法 怎麼可以 最後就同意了 他說我同意了以後 我佛法的時間減短 每一個佛都可以正法好久好久 結果他正法就變成五千年一千年 兩千年就進入末法 他這麼說 我們不是說各位不好 這是大愛大比丘尼 他也代理一群人 他修成的佛號叫做 一切眾生喜見如來 我們修行人 他第一步就是學吃術 我們學吃術 我們內在就沒有眾生的樂 所以看到一切眾生 蚊子看到你很高興 趕快來親一下 阿媽阿寡老虎都會看到你 都 這是我的爸爸媽媽一樣 所以這吃術最容易修成這種境界 一切眾生喜見 如果你修成討人厭 那真的要好好懺悔 每個人看到都 很開心 看到你就開心 所以為什麼 彌勒佛要長那樣子 那你看到就開心 一切眾生喜見 然後接下來是在家居士 虛打長者 我們就看到那個 啟事幾姑姑爺那個布施的人 布施的一塊地 結果馬上成仙 他也修到羅漢 他帶領三十個在家修士 然後比色 這個人是 因為印度他就是 在上古時代 都有這個母系社會的學統 有的是家長死了 就像慈禧太后一樣 就會變成媽媽掌權 那有的乾脆就媽媽掌權 現在泰國還是這樣的 那個家裡會留一個小女兒 然後招追一個人來 繼承這個家產 母系社會 所以他還帶了兩千個 兩千個這個 信女 善男信女 然後這個人就很重要 我們念一下 拔陀佛羅 他換成賢護 賢守 或是賢守 菩薩 這是佛經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菩薩 幾乎 所有的重要的大聖經典 都會有他 那他的郡數比較少 只有十六個菩薩 我們不休息菩薩 就在裡面 如果你去 維基百科跟他查 把他陀佛羅 你就看到他有 這個不休息菩薩 所以就是 然後這邊另外一個 文殊菩薩 他就沒有再介紹普賢 沒有再修 他直接用五百個 所以各位把他加起來 現場的人數 你看看那個集位場所要多大 我們操場做得像 我們現在才八十個人就要麥克風 那佛 佛有麥克風嗎 所以這個以前 這個穴道人那種盛況 這個不是虛假的 這一千兩百五十人眾 就是他生團 他每次出去就一千人跟著 然後那個 我們的玄壯法師 去印度流血的時候 去納蘭陀寺 他那個佛式是 好幾千個出家人在那邊讀書 那是一種佛教道學 所以這種大的道場是不可思議的 所以我們那個 那個誰 寒山石德 他們在煮飯的時候 經常是要騎去走上 拿那個 那個什麼 鞭筆 鐵鞋 當鏟子 這個是真的是那個大鍋飯 就是這樣子 一千多人要吃飯 所以這是加上天龍八部 護法宗 然後天 從四天王 然後一直上升上升上升 到飯天 連飯天王都來了 所以這是正信序裡面 就是好多好多的佛 那這個八部天龍裡面 這邊特別要跟各位介紹 那叫做錢達婆 翻成中文叫香繩 香繩 它是專門為現場製造香氣的 所以我們每次一整 都有一些香繩 金流 負責善花香氣 製造香香氣 那也是一種月繩 然後以文香為食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用香拜拜 起碼會有香繩來 香繩會聞到 玉王大利那邊有人在拜拜了 那看玉王大利要不要來 錦納羅 這個錦納羅就是歌祭繩 這個印度這邊 他們有做成這個歌祭繩的形象 他的下半身像鳥 上半身是美女 然後這邊有一隻腳 所以他另外一個名字叫飛人 好像人 但是就是不是人 然後他的特色處是 他很會跳舞 然後他也會很懂音樂 所以我以前常常跟我們家老二講 他以前都參加熱舞社 他說我熱愛跳舞 那我來到場也可以帶動唱 我說以後我回天了 我坐在中間 你有客人來的你就幫我跳舞 這玉王大利那邊的音樂神 然後跳你的舞神 所以我們自願要高 你不要去自願當我 以後要當音樂神 我那個是護法神這邊 你應該是當主神 主神可以度化眾生 可以做很多事 然後有龍神 然後有摩荷羅家 就是大蟒蛇神 這麼快嗎 這是大蟒蛇神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好像竹山有一間 這個懸念上帝的廟 他每次到聖誕的時候都會有一些蛇 繞在這邊 蟒蛇神 那這個大蟒蛇 包括大遠近蛇 就是他從蛇是第一種動物 當他修煉久了以後 他就變成蛇精 我們這個白樹貞跟小青 修成這個叫做 摩荷羅家 就是大蟒蛇神 那釋迦摩尼佛那時候在那個樹下 他就是不成佛 事不罷休 那樹下 平常還好下大雨 下大雨 樹下會下小雨 結果呢 這個大蟒蛇神就游過來 旁邊的人都嚇跑了 那釋迦摩尼佛在這入定了 結果撒馬蛇神就繞釋迦摩尼佛一圈 然後他的舌頭 頭就從釋迦摩尼佛背後伸出來 然後把那個脖子伸開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釋迦摩尼佛後面的那個形象有沒有 那其實是遠近蛇網的頭 那個蛇網跑去那邊 就是去那邊 哇 獻那個大聲 然後幫釋迦摩尼佛遮雨 這個大蟒蛇神 所以我們常常說 這個修行叫做 德高 什麼 德高神鬼親 就是我們很認真修行 所有的神鬼眾生都會欽佩你 我們的律宗 我們說有禪宗 禁宗 禁土宗 密宗律宗 律宗的祖師 叫做道宣法師 他自己不化園的 他自己也不煮飯的 每天三神都會拿很多好吃的東西來供養他 所以他有一次跟我們的虧姬大師 就是玄奘法師的弟子聊天 他說來了 然後我這邊坐 我這邊有三神供養 不錯吃 那我們的虧姬大師就去 結果那天兩個人 第二天早上起來 怎麼沒有人 沒有人吃 就餓了肚子就回去了 然後那天晚上 這個道宣就問 三神你怎麼沒有送東西來 他說我迷路了 為什麼 因為整座上都佛光 我不曉得怎麼進去 這是讓我想起我跟熊哥 我們去泰國開法院的時候 我們借的是十五代祖的弟子在那邊的廟 因為他每天靜坐有靈通 然後我們要跟他借 就想要度他 說哎呀 我們現在已經傳到這邊了 因為他們很久沒有傳三寶心法 他說你可以看到仙佛鬼神嗎 我們說我們看不到 我們沒有修神通 他說這樣子你們位階比我低 怎麼可以度我 所以他不求道 第二天法會辦完了 他就說要求道 我們開一天辦 他要求道 點輪師就走了 點輪師已經走了 你要求道要下職 他說你怎麼想求道 我們熊哥就問了 他說哇 你們這個仙佛太高級了 來了喔 整個佛光照著我 我看了看不清楚 進了進不進去 所以這個是佛光啊 有時候他很強 所以這是蛇神 所以修行久的人 都會有三神 或是那些三眾 像猴子也會來供養 老虎也會來護法 像我們廣青老和尚在福建山區修行 他老虎就在住他的門口 保護他 不是餓了可以吃他啦 是保護他 德高龍虎輕 所以這是蛇神 那阿修羅他就是 也是跟玉航大力同位接 只是他個性比較強 個性比較強的人 會長得比較醜 各位注意聽這句話 個性比較強的人 會長得比較醜 所以阿修羅只要是男生都很醜 但是個性比較強女生 有時候都會變成美女 美到連玉航大力都要來強 想來當老婆 所以也叫做魔女 就是魔女就是誘惑人家的力量很強 不過現在都是變成富法天神 富法天神 然後加羅羅是金翅鳥神 就是蛇神跟龍神的天敵 這個大鵬鳥很厲害 牠每天要吃好幾隻龍 牠吃龍跟吃蚯蚓一樣 所以這個龍種歸一佛以後 就靠求釋迦摩那個方法 能不能協調一下 這樣牠不要來吃我們 不然不好意思當同事 這是大鵬鳥神 這是鳥神 所以我們天龍八父 牠們都來學法 都來學法 那夜猜 夜猜跟阿修羅不一樣 夜猜一般就是屬於 一般是屬於那個護法的鬼神 護法的鬼神 像我們的藥師琉璃光如來 牠的重要的十二幹部 全部都是夜猜 又叫藥猜 牠對人很親近很善良很好 然後牠遇到惡鬼會把牠吃掉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到那個西藏 牠們的佛像有沒有 那個護法王都會踩著很多鬼有沒有 有時候拿著頭對不對 那個就是牠的食物 那鬼被這些人吃了會怎麼樣嗎 重生投胎為鬼 所以就是天龍八父 就是護法神 那我們道場的護法神更多 我們道場的職缺很大 前幾天有聽那個成長師講嗎 二路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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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你看我們只設一個火塔 每次搬到就要護法神送一次 那一個人來嗎 帶一對人 萬一被搶劫了怎麼辦 所以職缺很多 各種的護法神 那我們開班會有很多護法神 他們一起聽法 一起父子正法 然後你只要認真修行 去家房成全 你去家房成全 就代表彌樂佛 所以就會有護法神 這個例子已經很多 我們正有就有了 我們那個黃蔣師 他現在回嘉義是嗎 黃宇倫 他以前就這樣 他火會後 不 初一十五後送貢果去 那個人是生病的一個媽媽 所以他就沒有下來 他孩子說他媽媽生病了 他在樓上休息 那不要打擾他 貢果放了就離開 那天晚上彌樂佛就去跟那個道心講 你的病啊 都是你的業 你病要好 你要靠佛力啊 我派人來幫你 跟你關心 你都不下來 那這樣子我怎麼幫你 他醒過來 半夜醒過來 就到一樓 看客廳有共國 有聖書 第二天問 昨天是不是有講師來 對啊 我看你已經休息了 我覺得沒有聽你 哎呀 不好意思啊 那個是彌樂我派來的 彌樂我派來的 所以我們去家仿爭權 就代表我們的老先生師母 代表我們的老前忍前忍 去關懷他 去引導他 就有護法神隨身 這個江柯師江柯師 他已經講過 他去那個中療去度人成全忍 結果到一半 覺得看到旁邊有人在 有茶店 他們就下來喝個茶 結果就被挪剎太子練了 因為回去以後就沒事嘛 那時候挪剎太子就把他們兩個叫過來 你們兩個說要去中療 結果半途在那邊休息 我都在那邊等你了嘛 所以這個是 太陽時期就是正不可思議 這個護法 我們認真修一點 我們出門就有護法 你不認真修一點 以後你就變成護法 護法神幹嘛的 補拼客 補拼客 那我們就休息了 這個 有一個 這個網友 他說 哎呀 沒有看過這麼帥氣的菩薩 大家可以等一下來沾揚一下 沒有看過這麼帥氣的菩薩 他就是彌勒菩薩 好 那我們先講到這邊 先兇禪 那之後 我們十二點五時回到佛堂 我們學習這個 三寶心法 可以得到上天的佳靈佳智慧 好到這裡謝謝 好 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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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